我想这件事情 各界瞩目是因为整个金额 真的是非常的庞大 大型的研究计划 五千七百多万 那到现在看起来 张善政前院长对于这个事情的回应 还有危机处理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你到底有没有能力 说清楚讲明白 那不是说这个事隔多年 就好像说可以一语带过 毕竟这个预算还是国家的预算 所以我认为张院长 如果到现在还是无法说清楚 无法交代这个核销的这个相关内容 甚至是当时计划过程的一些细节 显然他在这个市政上面 是不是大家对他也能够信任托付 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家心里的疑问 所以我还是呼吁就是他们的团队 能够尽速的去把相关的资讯 向市民做交代 那也不是说 他们如果有一毛钱入口袋 他就退选 这种是意气之化 大家要的还是 您有没有能力把事情 原本的跟市民做清楚的交代 我们不希望陷入一个口水战 或者是互相接泥巴的这样的一个 不好的选举过程 所以更需要张院长真的挺身 把自己该副的研究计划主持人的责任 拿起来跟大家说清楚